圣经里面分享了非常多 特别是在四卷福音书里面 讲到了非常多耶稣所讲的道 而我们常常在说 他不只是说一个道理 他说的是真理 那个真理是带着力量 真理会带来改变 好像这几天跟你分享到说 我听到的那一位 那位姊妹的见证 当他接受耶稣成为他生命的主 他是很认真的做一个基督徒 他读圣经 他祷告 他常常亲近神 以至于不知不觉当中 他生命当中许多的一些黑暗 突然 他以前很习惯在这些黑暗里的 突然他不习惯了 他突然发现 以前我很喜欢做这些事情 以前我很喜欢看这些东西 有一天他突然觉得 我不想看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好脏 他自己会突然觉得 我怎么变成这样 谢谢主 这就是神的道 你知道神的道 那个真理带着能力就是这样 他改变人 我不知道此刻你心里面会不会也在想说 如果真的是这样 我好希望我的什么可以改变 我好希望 我可以去做一件 我明明知道这件事我该做 可是我一直做不到的事 有没有一些事情在你的生命当中是 如果可以的话 我好想要 我明知道这件事情不对 可是我一直在做 我很想改变 凤主的名祝福你 我们一起来经验 他的道成为我们里面的改变的力量 而耶稣呢 耶稣在圣经当中给我们非常多的榜样 耶稣从来都不是讲一个道理 然后说你去做 你去做 你去做 耶稣所讲的道 他自己总是给一个榜样 我要跟你分享在这一系列 耶稣在受难周 礼拜一里面 他最后所讲的这些信息里面 他最后的一个榜样 他说 他说我所讲的这些道 从来都不是凭着我自己 我爱讲什么讲什么 他说都是那一位猜我来着 就是天父 他说我是顺服在天父里面 他命令我 他告诉我说什么 我就去说 他告诉我讲什么 我就去讲 耶稣给我们一个顺服的榜样 成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常常讲 顺服就蒙福 我们常常真的经验说 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我们读圣经 我们领受一篇信息 我们看恩典三六 等等这些神的话在这里面 我们常常在讲说 我不能只是知道这些道理 我觉得今天讲的这个东西很好 这个东西真的 今天讲的很有道理 可是接下来其实是 我要不要顺服的去做 如果不顺服的去做 我听过再多的道理 我懂得再多的道理 我圣经再熟悉 耶稣在四福音里面 责备最多的那些人 就是法利赛人跟文士 为什么 因为这些人 什么都知道 就是不去做 但是顺服 我知道了 我要去做 我想很多人也会觉得 那可是真的很难 耶稣给我们一个榜样 你就是跨出这一步 然后你会惊艳 顺服 没有你想的那么难 顺服 是靠着从神而来的能力 而我们 只是做一个决定 我要顺服 我要信号 ologist